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怎么来观察目前台北股市是不是在下岛还是相对有一些支撑力量 好我想这个盘是标准的业内主力盘 当然也会考虑到明天的台积电的一个除息行情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对这个盘的了解 今天的量缩成这样的话 那么明天以业内主力的手法 尤其来到8000点的位置 所以我几乎可以跟大家提到 按照我的经验明天中红的机会大增了 指数中红的机会大增 这是我们的经验没有百分之一百 虽然当老师有时候就是 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要臭屁 臭屁一下预测一下行情 不过基本上我们在这边跟大家谈的 都是希望大家不要去预测 你就顺着试做 顺着你的指标 顺着你的指标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顺着这个市场上 现在在流行的趋势是什么 国际股市在流行的趋势的概念股是什么 顺着这个模式做 这样你的失误率会降到最低 这是长久以来我一直跟大家讲 什么叫做看盘工具 什么叫做操盘工具的差别 待会我们会跟大家做一个解释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加权指数的重点 加权指数的重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一样我们也跟大家提到说 这个所谓的指数的观念 就是一个方向的问题 方向的问题 那么利用指标 利用方向的概念 那么今天的话 可能大家要留意 今天在惯性上是属于空头惯性 但是我说过 我为什么一开始就要跟大家提到 这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要跟大家提到 这个指标 所以指标还是在多方 可是今天的惯性是回到空方 那按照这个业内阻力盘的做法 如果这里是多头的话 明天会快速的拉上来 明天会快速的拉上来 所以今天的这个技术性 这个所谓的这个方向的观念 是属于空方的惯性 那什么叫空方惯性呢 等一下大家一看就一目了然 今天事实上行情不是很大 但是它是空方惯性 11点半到12点半是压回的 这一段是压回的 来到12点半稍微谈一下 稍微谈一下 最后几乎是收在今天的最低点 我们来看看11点半到12点半 是在什么样的位置 那么11点半是在这里 你们看到11点半在这里 在这个位置 事实上很明显 11点半到12点半是压回的 几乎是来到今天的低点 今天的低点 本来一直都还有机会在盘上运作 但11点半到12点半是拉回的 这一段是拉回的 所以它变成空头惯性 今天短线涨了几天的多头惯性 今天突然间来到空头惯性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就是说按照合理的 这如果是业内要做上来 8000点的话呢 它明天一定要涨上来 明天一定要赶快扭转 这个空方的一个惯性定律 因为今天很明显 11点半到12点半是一个 拉回的惯性 拉回的惯性 所以今天很明显是这样 但是我们再回过指标 如果指标今天是空头呢 我认为几率低啦 因为今天只是小步拉回而已 我们来看看指标 今天的指标到收盘的时候是 还在这个高档这个地方 做一个震荡 高档地方做震荡 那回顾我们给大家 所提到的指标的观念 在这边我们再说一遍 指数或者你的计数面 它没有100%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要求说 顶泰老师啊顶泰哥哥 你看看有一个指标 两分钟啊五分钟线啊 那每天抓到当天的最低点最高点 这个几率是零啦 也没有那种东西 没有那种东西 那你如果强求这样的话 你在操作上你一定会经常失误 因为我们经常去演讲的同时间点 就会碰到很多投资朋友 在问这个问题 我用很多软体 用一套操盘工具软体 想要买到最低点卖到最高点 那你一直在追求这个东西的话 你最后一定是很失望 因为没有那个东西 因为你扭曲了市场 这个市场的观念就是说 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最坏的状况输赢不大 就是说你也没有100%的 这里做短多 这里输赢不大 你看位置就知道了嘛 但这里反转为空方的时候 你却能够看到很大波段的 两三百点的空间 那这里再短多呢 输赢依然不大 那上个礼拜 这个新版证所税过关的一个多头 到今天300多点 这个就是大波段的 所以我要强调说 如果你能够接受那个 最坏的状况输赢不大 这个叫技术面 最坏的状况输赢不大 最坏的状况输赢不大 对的话是一个大波段 对的话是一个大波段 如果你能够体会这样的操作 你愿意把你的心很平常心的 用这个模式来操作的话 你在股票市场上这一条路啊 你就可以走得永永远远 走得又长又远的 而且长期的累积下来 因为你能够告诉自己说 我在这个地方 这个不对 我不可以说一直跟他拼了 因为你不对 你不出场的话 你掉了一大段嘛 所以你有关键说 不对 最坏的状况我输赢不大 对的话我一个大波段 最坏的状况我输赢不大 对的话我一个大波段 只要能够长久这样操作的话 你就成功了 我觉得这个 这个我们就要透过这里来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我们这边 这个节目上啊 在解盘的过程当中 都经常会有那个警语来跟大家提到 股票市场上没有百分之一百的 所以因为没有百分之一百 你一定有停损点 停利点的设置 还有呢 你要懂的什么叫买点跟卖点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到股票这一块的话 就是要先跟大家讲观念 先跟大家讲观念 我们刚才讲的是指数 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讲这个 股票的观念 在讲股票观念 我们今天最重要还是要跟大家讲这个观念 什么叫做看盘工具 什么叫做操盘工具 好那我们认为 我认为我这一套叫做操盘工具 我认为你使用的可能只有看盘用的 这个价位跑一跑啦 价位跳一跳啦 KDRSI都找得到啦 MACD啦 移动平均线啦 季线那个都有 但是那个要自己做研判 因为它没有即时的一个效果 所以没有即时效果呢 我们来看看一般我们说的这个 看盘工具跟操盘工具的差别在哪里 我们来简单的跟大家提到一下 来 这个就是 我们来看今天 就拿今天啦 我们就拿今天来跟大家提到 好 一大早的话呢 我们说我们这一套工具 一定会有盘前的 所谓的操盘工具 一定有盘前的一个预告的一个动作 盘前的预告 什么叫盘前的预告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是今天7月2号的8点45分 你看得到是8点多 8点多还没有开盘呢 9点才开盘嘛 好 我们看到国际股市 那么最近我们在追踪这些指数 这些指数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美国这个指标率率 已经回到2.5了 我们也看到恐慌指数下来了 这些都是重点 但是我们 我要跟大家 最近要理解的是人民币 我上个礼拜跟大家提到人民币 我认为是要走扁了 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的股市 大概跌也要到了一个段落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 我们让大家留意一下 这个所谓的上海综合指数这一块 因为昨天的它的PMI 实在是不怎么样 结果它昨天指数是收高的 那么今天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中国大陆股市 现在大概在拉台 拉台是9类股 跟一些像比亚迪那一类的这种 这种所谓电动车的概念股 不过9类股通常是 中国大陆股市的一个领先指标 包括酒鬼酒啦 这个贵中茅台 所以我认为 因为我为什么要提到 事实上 这个东西跟我们 接下来台北股市是会有联动性的 因为业内 我们现在台北股市 为什么现在成交量低迷 因为现在的外资 有部分的外资在休息 大概是要放暑假吧 或者说国际股市都还在不平稳当中 QE的这个进退 还在讨论当中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 业内主力这一个盘 业内主力盘 业内主力盘就跟中国大陆 这个里面的链容结构 是有部分是会重叠的 就比如说中概股 还有投资朋友 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个 最近这个生技股 美国股市的生技股 美国股市的重要个股的部分 美国股市的重要个股 美国股市的重要个股 苹果昨天涨了3.2% 大涨喔 重回400了 409块了 特别跟大家列出来 当然你说这个 这个还不能说是中多 短多都还谈不上 因为它前两天是跌的 然后整个架构里面 你会看到有些股票 大部分的股票都能够 即使是奇景光电涨了6% 它的技术面 都还是属于短空的 我们要跟大家讲 再来看到这个3D列印 今天的3D列印是反弹的 投资朋友们 我们等一下要讲3D列印 好 因为大家最近 这个被3D列印 因为这个 国内大佬 科技大佬都认为3D列印 是个噱头而已 不过我们看到像S1 这个股票 最近一直在大涨 这个一直在大涨 那我们也看到像 今天中国到了拉比亚迪 那昨天我们看到Tesla 昨天是创新高了 一直涨了9 9.1%了 Tesla要创 所以F茂林 我们经常在讲这张股票 我们希望我们的用户朋友们 我们客户 做长期的一个来回操作 那美国的太阳能 都还在涨 比较明显的里面 大家可以注意到是 电动车 4G的 还有3D列印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 Tesla 你注意喔 3D列印现在 在这个市场上 大家都不认为会怎么样 因为大家认为涨太多了 是 我们再回过头来 希望我们导播 帮我们看到这个 这是8点45分 我都会做一个综合分析 我提到电动车 然后你看 我看到第二点 我们提到一个 这还没有开盘 8点多 还没有开盘喔 我说 第二点 我说经济部打造了这个 雷射光骨 要来卡位3D列印 这个国内科技大老公 那3D列印 这个靴头而已 靴头而已 可是经济部要打造这个 要来卡位3D列印 那么我说过 3D列印的软体这一块 包括3D System 或者Tratos 这个比较国际股市 都已经在做头 整理啦 不能说做头 可是有些 像S1那些股票 都已经再创新高了 我们来看一下 注意到我们这边 跟大家提到说 雷射光骨的卡位 3D列印 是经济部打造的 8年的时间 这里面有两档 一个叫冬结 一个叫军豪 我们再跟大家讲一遍 我们的东西叫做什么 叫做超盘工具 叫做超盘工具 超盘工具 会有盘前的预告 在8点多 我们还是看好3D列印 只不过 我们不再做实微大总了 我们这一块 把它挪到要来 卡位这一个 所谓的经济部 跟着政策做多嘛 卡位是冬结跟军豪 这是在8点多的 在还没有开盘 我就帮你列这两档股票 今天这两档股票 全部涨停板 好 那个没有什么 我要再跟大家讲 第二个步骤是 转强讯告要来告知你 有没有 转强讯告 这是我们再把这个 这个再往上推 有没有 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在9点2分 这个画面是全荧幕的啦 你可以把它 待会我把它缩小给大家 叫做军豪 9点一开盘 就跟大家推荐军豪 今天军豪 有没有一个价 就涨停了 开盘不到20分钟 就涨停了 5443 我这样讲 大家有没有听懂 这个叫做超盘工具 在开盘之前 8点多 跟你预告这个股票 在转强的时候 9点多 再跟你预告一次 再跟你叮咚 叫一声给你听 而且只有这个时间点 你才能够买得到 这个就是说 你会觉得很奇怪 我为什么和你啰嗦 跟你一直跟你解释 这个东西 我认为啦 特别我们还是那一句话 你如果要在这个市场上 真的赚到钱 你要用的工具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超盘工具 而不是看盘工具 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我跟大家提到的 你看我们今天早上 这个军豪这个 军豪这个 有没有 有没有军豪 9点2分 军豪 就是这个点 就是这个点 军豪 不到15分钟 这个股票 只有9点多 这一块你才买得到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解释这个呢 我们再详细的跟大家做个解释 第一个 我们说美国的3D列印 你不能说 这个国内大好说3D列印是个噱头的话 这个人家国际股市的3D列印 你看最近 你要看这一块 最近这一块是几涨盘 对 在国际股市 这个3D列印是几涨盘 它是当然是做以印表机为主 它去年大概只卖了一台 今年大概 现在大概只卖10台而已 对 这个10台还是亏损的 可是去年卖一台 到现在卖10台 它成长就10倍了 可见我们看股票看的是未来 不然经济部 为什么要打造这个雷射光股 这一定是有道理的 你看这个股票最近是几涨 国内的3D列印涨很多 我们再回过头来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实微 你要分辨它的架构 我记得我是在那边跟大家讲 这也是我们最近 天天都有讲到它 从这里做到这里 大概你可以一张 赚160块左右 160块一张 但是你要记得卖 我说过你可以卖在相对的高点 有买有卖才叫做操作 有买有 那你才能够收到做到 买到赚到 你没有卖哪里叫赚到 对不对 好 这是观念 那它要涨这一段之前 你还记得吗 今年年初的时候 它曾经做过横向的整理 所以我为什么 现在我觉得它筹码比较乱 第一个它之前涨太多了 对 现在在击杀的过程当中 筹码都还没有 要像这个位置 要像这个位置 什么 沉淀一下再拉 但是这个均毫就不一样 均毫就不一样 第一个它只有十几块而已 现在十二块多而已 你看我把它称为标马 第一个要整理过拉一波 你看它是不是经历过 很长一段时间的整理 在这里 是不是有点像石威的这个点 经过整理 所以石威一定要经过拉回 然后经过这样横向整理 要拉再拉 但是这个已经率先经过长时间的整理 而且是经济部要打造的 这个所谓的雷射光谷的 所以今天是一个最佳的切入点 而今天这个最佳的切入点 你必须在八点多的时候 就准备好这个题材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说同志朋友 我们一直以来就是希望跟大家讲说 你有没有一套很好的工具 这个礼拜 我会亲自把这一套工具 带到这个地方 是给同志朋友来看一下 顺便跟大家讲 一档一档的新的3D列印的概念股 中低价位的股票即将启动 礼拜六的早上是在嘉义 下午在台北 礼拜天早上在台中 下午在中壢 我希望同志朋友你赶快先 因为这个人数是越来越多了 希望你能够做个卡位 报名一下登记一下 我再讲一遍 整套的操盘工具 我亲自报到现场去给大家看 让你体会到 什么叫做指数的这个操作 这个最坏的状况没输了 好的状况就是一大波 什么样的股票你的操作叫做盘前预告 盘中转强的告知 这样的模式叫做操盘工具 再看一遍 礼拜六的早上在嘉义跟台北 礼拜天是在台中跟中壢 你要先登记 好有关在各股方面的分析 我们再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伟大利的金黄色是维他命D2的原色 不是色素哦 最后限量挑战 最后限量挑战 好动 股市不只是加权指数上上下下 汇率升扁到底代表什么 产业赚不赚钱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互动式的财经平台 带您深入探索每个资讯角落 全新改版 内容升级 进行锁定三立财经台 1900财经新闻 88路线进站 本车开往海铺大道 第二杯半价一共88元 台股受到激励 家庭指数开盘上涨88点 所有的消息便收到 三立财经台在88频道 财富的起点就在三立财经台 锁定发发 每天发发 三立财经台晚间抢挡际限 这么多的财经讯息 到底哪样可以帮我们赚大钱呢 邀请您跟我一起分享 财经大朋友 我们有60分钟带掌握国际360 另外眼睛看到的 不见得完全都是真的 15次的秘密 打开电视都在三立财经 追逐创新 永远挑战 电圈首创的科技节目 全台总统而三次新品 带您下车开 恨动全台的财经新蓄力 犀利焦娃 旨在三立财经台 欢迎再度回到台股新攻略 带您掌握全世界 好在礼拜方面呢 包括了行情部分呢 还是算是低障有称之下呢 在各股方面 包括了观念上面的这个 这个讲解 还是非常重要 好明天我认为中红的机会大增 大家看台积电一个除息的一个状况 因为目前市场上还是蛮抗好 台积电的除息的 所以今天的这个量缩再稍微拉回 我认为是蛮适合明天的上涨的 那么未来的走势 尤其要注意中国股市这一块 还有呢 人民币当然就是要去注意它 我认为人民币差不多要贬值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是解盘 但是我觉得股票市场上 我们所涵盖的内容里面 应该是包含这三块 所以我说这个股票比指数困难很多 因为你讲指数的话就只有技术面而已 可是这个股票的话 你要考量这两个部分 尤其来是这个题材面 那么选股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你在股票市场就是选股嘛 那么你要有一个依据 所以我们经常跟大家提到 为什么我们提到这个 美国的S1 3D System 这些大涨我们做3D列印 那么最近的这个 美国的这个4G的概念股也在拉台 包括太阳能都还在动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些股票慢慢的做了 慢慢的做 所以你要了解全世界股市的产业结构 所以你的操盘工具 一定要有这个 国际股市的产业结构的变化 要很清楚 所以你做什么就会很清楚 好这样的操作才能够灵活 因为你有买有卖嘛 好那就是要学会把这个获利放口袋 让自己不要套牢 这是一个操作的基本观念 那么谈到这里的话 现在要谈到一档股票 我想大家最近有没有注意到 像这个华硕 今天还实施库场股不是吗 对 你看这个股票 这个库场股的实施 好像市场上也不是很买 很买的 很买账的 买账的样子 你看这个从这个这个 这个三百五十几块 有没有一路跌到今天 到现在都没有翻多 你看这个点啊 我们这个什么叫操盘工具 简单清除 好操作 你看看 直接叫你三百五十几块 顺势出场 这个还算不错 他不是叫你放空 我们来看一下宏达店 大家在讲宏达店 宏达店 你看最近这个外资 还有那个报告 说把它降到这一百七十一块 是不是 你看看这个宏达店 宏达店 你去看他那个 参加那个股东会 你得到一支手机 可是你赔掉了 可能四五支手机了 这个自己要了解 这个东西没那么好贪 你拿到手机之后 你顺势把它放空 为什么顺势把它放空 反手做空 拿了手机之后 再高兴之余 顺势把它放空 放空下来就赚了一大段 这是接近三百块的位置 这个是两百一十几块的位置 这个来回又差了多少 这个叫技术面 遵守你的技术面来操作 所以这个股票 现在感觉上就没有那么 状况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 我说过这些高价股的话 基本上跟国际股市是有联动性的 当然我说过 还是要跟大家提到说 我们现在所提到的是 是这个操作的观念 什么叫操作的观念 刚好我们上半晚跟大家提到 国际的3D练页都在涨 国际的这个 最近我们看到这个 智慧型手机这一块是很乱的 包括苹果也实在不怎么样 我们也看到这个 Samsung也不怎么样 前段时间跌得相当深 我们也看到这个黑煤肌啊 这两天是暴跌的 所以都要注意到 但是国际的股这个3D练页却是创新高 3D练页的 你看最近这一块是几涨盘 大家在国内大骂3D练页 所以这里面的结构的话 你要去挑 我不建议说 你还在去挑这个所谓的这个实微 但是你可以改挑这一类的 为什么这一类的 我说过这里经济部 达到什么叫什么 这个叫做雷射光股 这个3D练页的 至少它经过这一段的整理 那你一段一段的做 把它称为这个可能是未来的标马股 一来它只有十几块的股价 当然十几块股价去年的这个 基本面是不好的 因为去年是亏损的 这个难免的 但是我说股票市场上看的是未来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提到说 这个指纹辨识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国外的这个 中国大陆最近的 今天又大涨这个华天科技了 那注意这个股票 我认为是标马在线 那我们做了好 这个也是 操作的策略也是来回操作 从这里 同志们讲 你自己有没有跟着我 在那边做 这边做 这边涨停 拉了五六根涨停 你要记得基础指标转 如果要学会 做一个卖出动作 然后再拉回 大家注意看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跟大家提到的 维端NFC概念股 你看到力旺最近还是创新高的 这是不是再来一次呢 我这问号在这边 但是我们今天大胆的 在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我认为标马有机会再现 那么这一段 赚了五六是涨停板 事实上你已经是 赚到手里面了 所以叫做说到做到 买到赚到 这一段股票也是我们 蛮看好的 那么 生计股 我们认为本月份 生计股是中藏多 生计股要涨一到两个月 所以你不要希望它 天天不要涨停 赚到没那么好的事情 老板你自己心里用清楚 那这个股票 我们讲了好几次的是 第一段做到这个大概七成 第二段是昨天进场的 昨天进场的 那么今天还上波段新高 那投资朋友问我说 我们前两天跟大家提到先锋 今天还是创新高 所有4G的股票 只有先锋 还在创新高而已 还在涨而已 其他都稍微震荡整理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这么顺顺利利的选择到这种标股呢 这一个方法 如果你学得会的话呢 如果你学得会的话呢 我们一次让你通 一次就让你通 投资朋友 这一个礼拜 我们要在嘉义跟台北 我说过 标股在这里 十几块的股价容易标 也是现在市场上最流行的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六嘉义跟台北 礼拜天的台中跟中立 我特别跟大家提到 我有好东西 而且我要告诉你怎么操作 为什么我们可以很容易 轻而易举的选到标股 我们顺便要跟大家讲 什么叫做操盘工具 什么叫做看盘工具 它们之间的差别 我们这个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演讲会 人数是相当多的 尤其说我们这个三绿财力台 还是全省性的这个电视频道 那人很多 所以希望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来预约座位 我们再讲一次 礼拜六嘉义跟台北 礼拜天台中跟中立 好包括了在这个礼拜 这个新攻略还是与大家有约呢 这个不管是在 这个七月份的新攻略 这个鼎台科哥将会在 这个云里有约的时间 跟大家稍微讲解一下 以及包括了许多 大家有一些个股上面的问题 都可以来请教了鼎台科哥 他现在非常简谈的 还是要请大家 直接锁掉了台股新攻略 我是韦婷 我是缺氧带 我们明天再见了 拜拜